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又到了我们相约见面聊天的时间 我是琪琪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来聊 女人的胸部保养这个话题 我们走在路上 很多男生的视觉 当然我们这个不是 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 有些时候眼睛眼光难免会停留在女孩子的车头灯前面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女性的胸部 其实在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不管是政治啊 或者是可能演艺圈啊 或是生活圈当中 都是大家非常想要去聊的一个话题 那到底胸部的保养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呢 其实琪琪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们女孩子的胸部 它会引发的一些疾病也是蛮多的 比如说像纤维囊肿 或者是说乳腺炎 或者是乳腺的囊肿 或者甚至乳腺癌症等等 所以会引发到蛮多蛮多的一些状况 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去养成的 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常常的做乳腺的按摩 那乳腺到底要怎么按摩才是比较好的呢 其实乳腺的按摩是用逆时钟的方向来做一个按摩 尤其是针对我们的淋巴腺 淋巴腺其实是遍布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个地方 但是因为女生的脂肪比较多会堆积在胸部这个地方 比较容易造成淋巴腺的一个阻塞 所以我们就要比较注意平常如果可以的话 在生理期的前后 甚至于日常生活的时候 一个礼拜最少能够自己来做个乳房的一个按摩 可能对我们的不管是淋巴腺或者是胸型都能够有帮助 那接下来我们很多女生会讲 那我们女生的胸部到底要多大才是比较好的呢 其实这个是有经过统计的 其实我想女孩子的胸部不管大或者是小 其实配合你的身材跟你的身高刚刚好就可以了 那刚刚好哪个东西很重要 形状 形状的好与不好 可能就是跟我们平常穿的胸罩都有关系 选择适合自己的胸罩是很重要的 也许今天可能小美她穿的胸衣 可能是某一个品牌的 还不错穿 她跟我介绍 不见得她适合穿的就适合我穿 因为每一个人的胸型都不一样 就像每一个人的眼睛都不一样大小 怎么可能会适合一样的东西呢 所以我觉得这种都是要经过试穿的 那在接下来可能会聊的就是 像我们吃什么东西可以帮助风胸呢 有时候女生会讲说 我有吃什么阿东北 风胸丸 还是什么什么牌子的风胸丸 其实风胸可以从日常生活做起 除了适度的按摩 还有补充一些比较属于高热量 比如说坚果类的东西 都可以帮助风胸的一个效果 而不是一定要借由某一些食品级的药物 来去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以上的话就是琪琪今天跟大家分享有关胸部的一些保养的基础的一些想法 希望你们会喜欢喔 那如果有一些问题啊 或是说你想要跟琪琪交流的话 都欢迎留在影片下方 那下个礼拜见啰 拜拜 拜拜